百货公司才开门营业 就有民众感觉来六楼的 文化会馆前广场抢先选购 因为山摩师陈列品出清特卖会 从6月1号开卖 推出多款锅具 汤锅 闷烧锅 以及保温瓶等等 款式多元 设计新盈 且售价仅为原价的3.5折器 超低优惠的商品让消费者好心动 忍不住掏出荷包 把握难得机会疯狂采购 平常都比较贵啊 今天难得特卖会嘛 买多一点 它的品质很好 然后那个很厚 然后那个很好用 是吗 现在是买来买 你觉得你比较买的时候 差很多耶 因为本来是2250 现在才700 很便宜 因为我们有长期 只有在用这种东西 就怕动作慢了 抢不到货 民众大肆采购 手提栏都装满了 瞧瞧这个热卖品 不锈钢汤锅 原价4000块 现在特价900块 而这个原价将近 13000块钱的金点锅 出清特卖4500块 买到真的赚到 针对锅具方面的话 这次公司是针对 因为很多人都吃外食啊 然后我们就是针对锅具方面 来做一些 做很便宜很便宜的价钱 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金点锅 它原价是12650的 那现在特价才4500而已 真的都是超低划算的 那最重要是它本身的锅子 它节能减碳 深瓦斯省时间 煮菜又轻松 然后包括还有汤锅部分的话 我们也有针对一只大汤锅 那尤其我们南部的民众啊 喜欢吃煮多一点的 要大一点的 对 那就一只5公升的容量 原定价4000的 它低于3.5折 才900块而已 这些锅具保温品等商品 会卖得这么便宜 全是因为陈列品或是出清品 百货公司设 这些商品曾在门市 或百货专柜作为展示 因为开箱 外包装已经拆封 或者是在运送的途中 商品的外观 造成一小部分的外观掉漆 小凹点等小瑕疵 但是内部功能正常 和其他的卖品一样 可以正常的操作使用 顾客不必有购买瑕疵商品 无法使用的疑虑 那当然这些下架下来的商品 都是好好的 顶多就是有一些手痕 然后或者是一些小刮商 这样之类的 那都是不影响它的外观 以及它的使用的方式 对 那就会拿来做一个 真的是超低价 让客人可以买到这个价钱 业者说 很多人以为锅具或是保温杯 可以长期使用 却不知道也有使用年限 因为锅具或是保温瓶内层 为防沉涂层 若是因为清洁不到 或是外力撞击 导致内外品身变形 漏水以及烤漆脱落等现象 就该更换新商品 厂商年度特卖活动一年一档 品项达40多种 以超低的优惠价格出清商品 只有短短的5天时间 特卖到6月4号为止 建议民众把握机会 为家中的锅具太久换新 享受新生活 也能够使得安心 评论新闻菜类瓜 魏德卫采访报导 如果继续做一期评论新生活